接著會說2009年23題和2000年28題 因為拍這條影片就有些歷史 所以就由頭再拍過這一版 如果現在ADE是一條直線 如果ABC是X 然後CDE是Y 我們會找AD出來 這類題目在DXC都常見 就是想看一條旁邊 你要找到AD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幾樣東西 就是它一定會關於X和Y 所以我們會看到AD是一條水平的線 就像在上面畫一條差不多水平的線 當你願意這樣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CD第一個想法就是 不如叫做MC 減掉DE 你這樣減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真的正確 因為它好像真的會關於X和Y 所以例如我們這樣連起它的時候 今天題目就要我們用X和Y之餘 還會用到BC和CD 所以第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你要關於BC和Cm 那應該是用size 第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X應該是關於size 你看到下面X是用cos 那我就好像不覺得它是錯的 同樣道理 我們Y就在旁邊 Y會關於CD 他會關於CD 我看到 其實我今天應該要用DE和CD 其實應該是關cos 因為輪邊吹斜邊 所以我覺得Y應該是跟cos 不是跟size 所以好像B才是我們的答案 那實際上是否呢 我們又看看了 那好像這一題 我們會有 sineX等於對邊除斜邊 即是Cm除BC 所以我們會有Cm就是BCsineX 然後我們會有cos y是會等於DE除CD 所以會有CD就是 sorry 我們會有DE就是CDcos 所以我們今天計算的AD 實際上來說就是 Cm-DE 即是BCsineX-CDcos 那就會計算是B 好看